请问什么是房子的公摊面积呢 就是你去买房和人家签的合同里面的建筑面积 实际包含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两个部分 套内面积就是你家实际的大小 而公摊面积呢 就是把楼梯、过道、电梯景、地下室 这些公共区域加起来 分摊到各个业主的头上 本来这也没什么 只不过开发商总喜欢在公摊面积里面做小手脚 第一种呢就是和测绘公司狼狈为奸 喜欢把绿化、售楼处偷偷地夹在公摊面积里面 反正公摊面积和套内的单价是一样的 以后收起物业费来也是一样的 他们多坑你一平方都是赚的 第二种呢就是二次利用 他们把地下室作为公摊面积 和你算一次费用 然后把它改装成地下停车场 再和你收一次车位费 所以在和开发商签合同的时候 要让他们在合同里标明 一、得防率是多少 二、公摊面积的覆盖范围有哪些 毕竟合同里不写 法律会自动认为 你已经知道了公摊面积这回事了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DM DM